我们活着是为了食物奔波 还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或许这部短片能给你一些思考 他抬起头 眺望着望不到尽头的世界 可能他正准备去寻找下一顿 也可能是在判断危险 然而就在他往前爬行时 天空一阵声音传来 他顿时停下脚步 望向天空 居然发现无数瘦大的石块在急速下坠 好在冲击波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可是下一刻 石块就对着他倒了过来 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他被砸进了重重空间 受到惊吓的他奋力地逃跑 可是没想到 他的后半身却被卡在了里 他奋力地挣扎着 终于在付出代价后一跃而出 但是残破的身躯受伤严重 触手也断了好多 这一切让他几乎站不起来 几次跌倒之后 他终于在这个奇怪的空间倒下了 两久之后 一阵声音把他惊醒 他再次挣扎着爬起来 抬眼望去 上方赫然就是出口 趁着恢复了些体力 他努力地爬向洞口 可是没想到 爬出来之后他才发现 之前认为的出口 其实并不是出口 出口的上方 居然还有个巨大的球体挡着 要从球体出去 则必须经过连接球的质感 他弄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他知道 此刻要逃 即使球体旁边风云激荡 可就在他急速在质感上爬行时 一道雷电打下来 他没有惊慌 而是向着目标不断攀行 终于 一到白光之后 他见到了真正的光明 可是此刻的他 赫然是在一个人类的眼球上 或许蚂蚁不理解这一切 但是你肯定能理解